第三千零九十六集 那之后的纪念 外面又调来很多工人 参与到了挖掘工作中 那个时候我还小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都是我父母后来告诉我的 当时厂里的工人 要轮流金山去干活 本来也没什么 但是后来凡是进去干活的人 都会得一种怪病 人变得皮肤发黑 反应迟钝 后来就开始怕光 验尸 大家慢慢发现呢 发生这些症状的人 都是进山干过活的人 厂区为他们检查病情 但查不出什么病来 但只要一段时间不进山 情况就会好转 后来 银水的工程完毕了 在山谷中汇聚成了一个水库 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 因为海拔高度的计算 湖水在涨到一定程度之后 压力消失 地下河的支流 也不再往往溢水 而水一旦用掉 地下河就会通过支流 将水汇入湖泊 保持一种平衡 从这一点来看 这个工程倒是成功的 但是 就在这不久之后 我们的镇上 就开始出现了家畜丢失的事件 鸡 鸭 鹅 鹅 牛 羊 都要丢失的 起初以为是附近的农村 有人过来行窃 于是厂区组织了人力职业 后来发现了几个偷家畜的人影 身手十分面积 几次都没追上 后来干脆埋伏跟踪 总算跟踪了一个黑影 结果在山上就跟丢了 大伙私下查找 结果发现那些被偷走的家畜 全部堆在了一个地方 很多都臭了 那些还没腐烂的 无一例外都被放了血 体内一点血都没有 干瘪得像晒在外面的年货一样 事情传开之后 整个镇子都炸了锅了 长方调查之后辟谣 但是没有用 大家都开始疯传有僵尸 过了没几天 镇上有人失踪了 后来也被人在山里发现 跟那些家畜一样 都是被咬开了脖子 洗干了血 镇上的人有关系的都搬走了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留在镇上 人心惶惶的 晚上家家都门窗紧闭 我记得那一天 是八五年的年底的某一天 我在家里睡觉 突然被我父母叫起来 我父亲背着我就走 出去之后 我看到一群人在奔跑 还有一些人 那些长期在山里研究所工作的 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夹 在镇上咬人 基本上见到人就咬 跟疯了似的 很多人反抗 用武器把他们弄伤 但是没用的 这些人就像是 电影里演的丧尸一样 怎么样都打不死 大家都很害怕 没名思的 往镇子外面逃走 这一路上 死了很多人 我跟着父母 逃到了外面的公路上 正跑的时候 遇到了厂房来救援的大卡车 将我们接了上去 送到了城里 这一路上 我们看到有军队开着装甲车进山 前去处理局面 而我们则是被送到了市区 当天晚上有领导过来找大家谈话 说那些科学家是中了某种病毒了 让我们不要传咬 一定要严守秘密 之后 所有从清幽谷逃出来的工人 都被告知不可以再回去了 至于工作 有官方帮忙 给他们都在昆明解决了 虽然大部分人都严守这个秘密 但这件事情还是传了出去 形成了各种离奇的传言 只不过时间长了 这个阵子 也被人给淡忘了 至于那些科学家为什么咬人 后来要是怎么处理的 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长大之后 再回想起那一幕 总觉得很难解释 但我是个无神论 至少昨天还是 我一直觉得 可能真的像官方说的那样 是某种神秘的病毒吧 他总算结束了 有关情有谷的讲述 转头看了一眼 靠在后座上抽着汗烟的刘老头 征询他的看法 形尸 八成是行尸 刘老头 被阳光照射 慢慢就能够恢复 但长期在山洞里工作的那些科学家 就会慢慢变成行尸了 叶小木跟白红兵听到这个解释 十分的震惊 要在过去是不信的 但是最近亲眼见到了鬼 三观炸毁 对僵尸的说法 也默然接受了 对了 白叔叔 昨年听你说 当初给伊朗做手术室 他妈妈也是帮手 为什么 为什么一直没见到过他 叶小木试探地问道 白红兵的神色暗淡了一下说 他走了 片刻之后 他低声说道 封建安当初愿意帮我 不是因为我跟他的关系 而是陆薇 也就是伊朗的妈妈 跟他在大学时是男女朋友 这些陈年往事就不提了 总之 当时 他是看着陆薇的面子 才免请答应参加手术 并且后期给予治疗 手术之后 陆薇为了照料伊朗 找冯建安帮忙 调去了那家医院 两人长期相处 然后 等伊朗恢复之后啊 他们就在一起了 我至今再也没见过他们 这可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开车两个小时 来到了离清游镇最近的盘山公路 白红兵把车停好 三人步行翻过一座山 清游镇就在眼前了 刘老头站在高处眺望了一番 也没说什么 率先走下了山谷 站在湖泊前 刘老头摇了摇头 有些紧张的说 死地不依旧溜 快趁着天亮找他的尸骨 尸体 对于一个鬼魂来说 是他在人间最后的一脸 不管那个红红 有没有利用尸身 修炼成鬼尸 他都不会放任 他的尸体不管的 因为刘老头的计划 是来烧他的尸体 点火烧掉 他感受到尸体的损毁 不可能不来 到时候再跟他决战 这就是刘老头的计划 白红兵四下张望着 寻找当年埋尸体的地方 他找到了一棵柳树 用折叠铲在树下挖了起来 因为靠近湖边 泥土松软 很快就挖出一个 方圆几米的深坑来 但是除了树根 什么也没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